没有问题 而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后 它就会围绕目标 想方设法 排除万难 不是被问题困扰 不是知道问题 而是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做的市场的时候 我们做做 有些市场不做了 可是我因为有了目标 我就会去开发市场 那我们假设说 做安利 你养什么习惯 不断的开发 你没有做不起来的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我就说今天我澳洲 我就不是发朋友圈 就是那个1588的 这个套装的活动 我发的时候 澳洲我陌生认识一个人 他就给我点赞 他说我想要安利的荣誉 澳洲能不能想办法买得到 我就马上就让琪琪跟他 去服务 我在新西兰认识的 跟我们照相的认识的一个 现在也已经进到家里 就过一点了 现在还去教室 而且几乎天天给我点赞 所以其实在市场中间 你只要养这种习惯 不断的去开发 没有什么做不起来的 我们不能一直 第一年只有 比如说我只有这几个市场 我第二年也只有这几个市场 第三年也是这几个市场 你永远围绕这几个老的市场在做 你可能 你就会 整个的团队里面就会 就会慢慢的就陷入一种怪圈 因为别看到你没开发 假如我们今天不断在开发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开发的钱包 我们自己本身收入会增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人多 你人才跑出来是不是才快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定要 往下去杂根 就你要往下去寻找领导人 它不一定是你的前台 是你要找种子 今天公司是不是也讲要找种子 我们一定要寻找种子 你要去看 你要看报表 哪些人是持续有业绩的人 哪些人是在带动的 他发展的宽度 你都要去看 你看到这些人 你就要更用心的去带动他 今年是理来理由 我明天就要设定目标 我要带人出来理由 因为你做高级经理 是你个人达标 你做营业经理 你要带三个人达标 是不是这样的 你的重心就在去帮人了 那你帮六个人 你就是高级经理 其实高级经理没想象那么难 是很简单的 只是我们没有认为简单的时候 你就没有动力去做 你今天看到郑老师 照相的时候 一直一个动作 一直照一照一 没有任何的不耐烦 我今天去看 就前两天 我看那个阿拉伯塔的时候 他有一个市场 因为我在 他听说是郑老师的市场 我们的市场 也受到郑老师的照顾 我就一直跟他讲 一直跟他讲 一直跟他讲 他说 阿拉伯塔老师 我们郑老师也是这样的 只要见到任何的人 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就是其实就是复杂 事情简单化 简单自己重复做 重复事情快乐 用一个 你把一个信息 发给不同的人 就会跳出来 我们今天做主页 今天老师在会场上说 发几个圈 发十个圈 有没有发 有 发了没 发了 七个案例之有 看见没 就加了七个案例之有 但是我们加案例之有 不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要想方式 把服务好 变成铁粉 对不对 那个曾爱粉 他一直 真真正正是 一直在购买的 还有一个要把这些人 要带出来 有些人在创业 而且要让他们知道 其实创业不是他想那么难 不是让他所有的兴趣都没有了 而是可以把兴趣做 创业的亮点去做 但是现在公司的 是时尚要问老男女啊 是一个兴趣乐创业啊 你就是要让他把兴趣发费好 他市场也做起来了 今天有一个小妹妹 是我们细红姐的 也是像好好呀 像你们这几个很年轻 所以我就很希望 年轻现在能够出来 就一直鼓励他 他就哎呀 我现在要好好的做完你了 他以前就是那个 崇瑞泰的侄女 哦对 她的妹妹的女儿